我开始了啊 其实可能讲的道理也不是什么大道理 就只是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像我们每个人其实 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大大小小的挫折 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就是人活着就是为了解决一个个麻烦 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像这种麻烦吧 你靠自己去解决 有的时候真的会心累 真的会心累 所以其实就是生活中 生命中一定会有那么几个人 一些人 在不同的时间段 他会就是一直陪着你 也不是说一直陪着吧 反正就是一直会有人陪着你 对 所以我觉得有你就很有意义 就是这个你可以指一个人 可以指这个时间段陪着你的这些人 也可以指你下一个时间段陪着你的一些人 反正就是我觉得 哎呀 懂我意思吧 就是说 懂我意思哈 就是就是我觉得 就是人生中的所有的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都得有 人陪着都得有就是情感在 然后有朋友 亲戚 亲人 家人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不是完全为自己而活的 嗯 懂吧 嗯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跟这个歌词写的一样就很像 就是就真的有时候是需要大家一起 反正我 我不知道你们啊 反正我是一个需要朋友 和比如说工作上的工作人员 然后我的家里人 陪着鼓励的一个人 我有什么烦恼 我可能都会跟朋友碎碎念 就可能 不会去跟家人说 但也会跟朋友碎碎念 就哪怕朋友说一两句 安慰你的话 你就心里就会舒服很多 对 所以我觉得 这首歌就是差不多也是这种意思 大家有什么问题 不要千万不要自己憋着 就还是要去跟陪在你身边的人去倾诉 然后让他们开导你也好 你们互相开导也好 这样的话你会开心很多 会轻松很多 嗯 鼓掌 好了朋友们我要走了 走了哈